我們來優秀隊伍喔 我們的聖風民眾 我在這邊走 吃了 吃完髒話 也玩完桌遊 就會想要去上個廁所 來關注一下 大家一定要去的一個地方 來 謝謝 3 2 1 大家好我們是聖風女裝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問題是 男女性公測之三道問題 首先呢 看到我們有八位團員 今天有兩位沒辦法到想 然後呢兩位是我們的 輔導員分別是 張欣賴老師 以及邦戴財老師 那回到我們的後方呢 有兩位我們的指導老師分別是 Lana老師以及 邦戴財老師 那我們今天將分為四個大項目 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分別是執行家要 社會問題提案 以及我們的執行資源的部分 那每一項我們下面會有幾個 4項目 那請大家幫我們關閱 好我今天要介紹的部分是執行家要 那從事普剛剛所說 我們的問題是 談談女性公測之三道問題 那大家幫我們想一想 你在上廁所的時候 是不是會覺得 就看到幾間 他 嗯很這樣 對 你就會覺得 還是我忍起來 我回家再上就好 是政府不就失去了 政府為什麼要在這裡 設施的一個議題 那所以我們就是 要去解決大家 對公測的一個疑慮 然後讓大家可以更放心的 去使用公測 好 那我們的解決方法分為三個 主要的大項目 分別是 加強宣導 性優化以及加強清潔 那我們的計劃成效部分 我們也會由這三個大項目 往下自己延伸 那今天計劃可行性的部分 我們附上了我們的接訪數據 為大家做一個介紹 對 然後執行資料們的部分 我們今天附上來一個 初略的時間規劃 也供大家參考 好 接下來進到社會問題的部分 社會問題 我們將以塑造譜的方式來呈現 首先是塑幹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這次要想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台南公公廁所女性之障礙危機 根據自身的使用經驗來說 發現公公廁所女廁有以下幾點問題 第一點是地面有污漬 第二點是馬桶不乾淨 第三點是垃圾從容易滿出來的狀況 然後接下來是底部根氣的部分 我們觀察到問題的根本原因有 通風及排水不良 採光不足 使用者習慣不佳 以及清潔效果不佳等問題 最後是最上層的觸案部分 這部分針對問題後補座的分析 其中包含傷害以及機會成本 首先是疾病衍生的部分 部分公民的公共衛生習慣不完善 以及環境不佳會導致這個問題 其次是民眾使用廁所上的安全疑慮 但就我們之前所提到的採光不佳 就有這部分的疑問 以上的問題將有損地方生育而造損臺灣社會的負面評價 問題涉及的人員大致上分為公共廁所的當地居民 管理公測清潔公測的人員 以及管理公測的執行單位 我們將於這些問題作為基底提出解決方案來改善 我們下一個交給提案的同學 好,接下來是提案的部分 由於我們觀察到台南地區女性公共廁所 常有掌管的問題 曾如前面所提到的通風不良導致疑味跳出 或者是地面不整潔 以及 呃 以及 呃 反正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希望能夠提出解決方案來改善 觀察到的現象 而我們提案的初衷與願景為 希望能夠解決台南女性對於公共廁所的疑慮 使民眾都能夠更安心出事的去使用公共廁所 而我們解決方案所定的施力點分為三個節點 第一點是向民眾宣導 我們希望能夠通過向民眾提倡公共衛生的觀念 來使民眾在使用公共廁所時能夠發揮所謂的道德感 來適時維護地面的整潔 第二點是針對廁所環境本身的清潔 而第三點是針對與環境單位協商 以達成我們所想要達成的理想 然而要100%的對所有的系統成因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因此我們希望至少能夠發揮自身小小的力量 來提升台灣整體的社會福祉及如廁文化 接下來交由下一位同學 嗨大家 我們要報告的是我們的現況還有我們的願景 那現在我要講現況的部分 我們推測為什麼會有這樣現況的原因 是因為部分的民眾不重視廁所的使用觀感 也有可能是他們存用僥倖心態 就想說不能看到 那我就弄得很髒 第三個就是讀測文化不假 就是可能他並不覺得這個很髒 他覺得說我弄到地上嗎 那又很髒嗎 都是水嘛 然後這裡就會產生公測現金 環境漲暴 然後觀感添加 然後甚至引發安全疑慮 所以我們將這樣的問題化為動力 然後接下來的願景策劃行動去解決問題 好 然後這裡是我們的願景 我們希望能透過自身的力量進行宣傳 例如我們在寒暑假 就是都會受搖去一些國中或者是國小舉辦東夏令營 然後驅動收藏組織還有管理單位 充分利用目前的所有資源 然後一起創新成就不一樣的可能 達到廁所設備的更新 然後讓廁所可以被有效的清潔 然後當計畫成功的時候 我們獲得的感覺 就像就會有廁所環境優化 然後民眾的實測文化會更加 他就會覺得說 喔這個髒髒我不要再這樣弄 還有衛生觀念的 然後讓台灣社會整體公體 他就形象可以被提升 最終民眾會更願意的去使用公測 然後也會覺得公測是一個便利的東西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要講的是策略路徑 我們起初有三個節點 第一個節點是我們會針對使用者 第二個是我們會針對環境的本身 第三個我們會針對管理的單位 針對使用者我們設想的方案是加強宣傳 而宣傳的方式有上間宣傳跟會在廁所裡面貼 貼那個警示標語 我們的警示標語會以冷笑話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注意 然後可以就是注意環境的整經 再來我們另外會 因為我們社團會外帶引順 所以我們可以藉此這個教學的方式來就是宣傳 然後針對廁所環境改善我們有兩點方案 第一個是廁所內的馬桶兩次我們會增設腳印貼紙 可以在你們在準確的量測的範圍內上清洗 就是不會把你的大便啊之類的遞到大袋馬桶 就是可以讓環境更整點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會在封廁裡面 就是增設通風窗戶加強通風 不然就是會有一些味道很臭的 然後就是避免細菌之身啊 還有一些那個就是潮濕 然後我們的執行資源 不是啊 然後我們第三個分點是 管理那個管理單位的部分 我們會以我們街坊的東西就是街坊 然後來充分整理資料跟那個管理單位進行洽談 然後我們洽談就是會我們想要改善的有兩點 第一個是就是想要增加清潔人員的清理的頻率 讓環境更加整潔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想要增設清潔人員的數量 就是讓可以更多人就是趕快把那些公車清乾淨 所以就是我們會針對不同的節點進行加強做改善 就是讓問題更加的完善 然後不是單一的層面的表達 然後我們要接下來是執行資源 執行資源的部分加強我為大家介紹 執行資源的部分我們分為十做十成的規劃 這邊2月起我們會確認我們的社創組織 目前我們找尋的社創組織 主要以產品為最後的產出方向 而我們的計劃並不以此方向為最後的成果 所以我們會找尋新的社創組織 而3月起我們會開始向管理單位進行洽談 由2月起我們和社創組織所討論出來的成果 展現出民眾想要改善的一些如策貼的地方 對然後向他們提出 也親近他們的立場 是否有一些並不符合他們能夠達成的範圍 而4月起的話我們會進行開始上街的宣傳 然後開始實行計劃 然後也開始帶營隊 像國中小他們進行宣傳 由青少年他們開始進行改變 而可以影響到下一代 或者是說可以讓民進族群 就可以撤離更治這個問題 而5月份起我們會把整個以上的一些資料 或者數據 以及我們最後做出來的成果進行修為以及補足 那我們有完整的計劃報道 這邊以下的話是我們的接掌數據 我們在11月起在家長座談會後 請家長進行線上點寫問卷 也去Department Store的地下街 進行不同角度以及不同觀點的 向民眾進行訪問題 然後我們問的問題 第一個是對於台南公測的美麗度 這個以下是我們這邊的資料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在 請他們可以提出可以改善台南公測的一些可行計劃 然後以下這邊是我們事先提出的 第一個是我們的冷笑話 就是在廁所的牆壁上 在如廁室你就可以看見冷笑話 可以達到幾次左右 而且有超過半數的人民會認為這是可行性的 第二個是我們在地板上貼上角 就是貼上角一貼紙 可以在正確的角度進行輸測 而超過半數的民眾認為這是沒有住於地面的情景 最後一個的話是我們在70 有超過70%的民眾認為 就是可以請管理單位增加打掃人員的頻率 或者是打掃人員的數量 這部分我們會向管理單位進行洽談 然後以上是我們的報告 我們希望可以藉此可以繼續滾動性的修正 可以更促進民眾的評審 有我這邊開始 然後聖宮舉重 因為我以前讀成大列國班 所以這個就很常會經過那邊 因為我住在開南那邊 那邊是非理的吧 OK 我要說一下 這個彭麗希的部分 在做女生的公測 我覺得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是 就是你們收集的狀況 是可能要去了解一下環境不佳的原因 我的意思是 不只這種環境不佳 它裡面有很多的因素 會造成 你知道 我們還已經這樣一下 你知道以前那個公測啊 進去要收錢 你知道嗎 點頭代表一定會移電聯繫 會給衛生紙 後來來看公測的人 就是說 真的 不管是熱場 不是熱場 進去要負錢 你知道嗎 然後出錢完之後 女生就會拿他兩張衛生紙 他就進去 繼續玩的時候出來 好 繼續玩的時候出來 然後他就 你有自帶衛生紙 他還可以進去 你就是要負錢 我的意思是 那負錢之後 他不是只有負錢了事 他還是會去整潔裡面的東西 那現在沒有了嘛 現在公測都不用負錢嘛 你就進去嘛 然後就開始出錢破窗下去嘛 有一張衛生紙在旁邊 最後就是很多衛生紙在旁邊 對 然後就越來越斷 所以問題就是 以前的公測為什麼不會這樣 現在的公測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剛剛講的環境不佳 只是一個四個字而已 他一定有很多的因素 他必須可以去做 那這件事情 似乎還沒有看到 然後再來是 錄標的地方的公測 的確 我要問的是 公測有很多的類型 在公園旁邊的公測 跟市場旁邊的公測 跟車站旁邊的公測 不太一樣 在公園旁邊的公測裡面 最常會發現的就是 那個水裡面很多大便 我的意思是 狗大便 因為很多公園 圖啊 泥圖啊 什麼之類的啊 所以你要鎖定的公測的類型不同 他其實的問題面向就會不同 然後野心不要那麼大 所以我選 鎖定一個地方去做就好了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發生他裡面的特色 然後找到這樣的特色之後 他才有辦法被人家推廣說 欸公測是這樣喔 啊不用收錢喔 啊我提高 提高了 不管你剛剛說的嘛 提高收錢人員的 人數也好 效率也好 比率也好 或者是我剛剛說 以前那個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 我們台灣上廁所要洪廢的 以前有點頭都是有點預計的 現在他們對於台灣講很容易 真的 你會問一下這些有點頭的 他們說到時候多乾淨啊 因為他也要付錢 然後國外也是這樣喔 國外是要上廁所要付錢喔 有等級可以說要 欸欸欸 非常厲害喔 對所以 那我們這邊台灣如果不收費 歐洲房不收費 公測不換 所以這個就是可以去處理的 一個問題喔 就是一個建議 謝謝 非常謝謝大家 你們選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名 生嘛 那 待會兒想投給你選 如果你們要選幾間公測 你們要選在哪裡 是聖風 在旁邊嗎 因為我們原本其實有第一個地方 但是後來發現他最近被踩掉 對 因為公測就是政府的嘛 所以就要公測 所以譬如說你要貼個電子 這是我們自然就每天 那 所以他其實你要選另一個地方 跟另一個單位 去確認說你們可以 別人的想法到底可不可以做 不然他會變成是一個完全的空想 所以畢竟 所以它是一個公共區域的時候 我覺得 是哪一個地方 是哪一個管理單位 這兩個都要先確認 不然 譬如說做了問卷 或者做了很多的想法 是 我也沒有辦法對焦的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你們可以在後面其實 先保護的做好 再往下長 那 公測 其實我覺得 就是它可以有無限的想像 當然打掃 提醒 這些可能是一個方式 但是我都在想說 你們的設計 應該都要往那種正向思考 其實不是去提醒 或管理那種 盡量特別發揮創意 譬如說它其實類似 如果能結合一些所謂的塗鴉 或者是一些綠化設計 或者是怎麼樣的設計 當然也要管理單位 那種正向思考 或是怎麼去讓自己的公測 是非常地加分 大家會很珍惜它 因為我們常會聽那個破窗效應 就是能把我丟到這大堆 丟一堆 可是如果因為花盆 那就開始整個家 就不一樣 所以我在想說 後續其實 除了確認 還就可以讓你們去拉 另外一個人工測試 那很重要的是 正向音質的設計 我覺得很重要 就會讓你們提案 也會有助於管理單位 會支持 就是不是好像去說 你找社會的少賣長 那又沒有機會再批准 就是大家就拉拉扯 然後就 所以我就說 給提供他們這項一起 他們反而有辦法 對於我支持 謝謝 好 謝謝 聖工女庄 選了一個非常有戰心的題目 我想這個 能夠做到的話 對社會有盡力的經歷 非常難得這樣 但你們的分析當中 其實蠻不錯的 那個其實 關係的 然後彼此間的關係 那個分析也做得蠻到位的 倒是 那個你們在問問題的時候 做法案的時候 做接法的時候 好像有把那個東西 再拿去問嗎 所以一開始之前 我們自己有想一個解決方案 那就是也是要去考慮到 大眾的意見 所以我們也會 就是從裡面去挑幾項 讓大家去做 一個初步的了解 那我們就也可以從 反饋之中 指導我們的方向 要做調整 這個思路是非常好的 就是說 因為要去了解 那個工程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 非常亂 然後才對中下一樣 所以這個彼此之間 要能夠聯繫 所以你們去做那個解法 是蠻不錯的 但是可以把那個原因 跟那個類型 也許可以稍微再做整理一下 有沒有拿幾對 那邊原因是什麼 那也許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的對策 就稍微為你們來一樣 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大家去想一下 因為你們提到很多 我覺得這個你們聽花了很多時間去想 想到了很多的所謂的優化策略 對不對 對 可是那個優化策略 其實是有財政基礎的 我的意思是說 他要錢的這樣 比如說你們提到說 要照明設備 那你們其實可以簡單的去問一下 比如說裝一個燈要多少錢 電費要多少錢 你說要裝通風 通風要多少錢 所以這個是可以問 那比如說天貼紙 應該就比較便宜對不對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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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命貼那個 也許就可以做一下 好 那如果要聘一個清潔人員 那這個是我的意思是說 也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說 這些產生的負擔是不是不一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個對方 也許是公測管理局 或是某個社區對不對 他的負擔的能力是不是就有差異 那也許當然就從簡單的開始做 那倒是也可以想像你們 提到這麼多 這個公測的建議 有沒有可能在校內先坐 你們覺得你們學校的廁所 超安靜 滿不滿意的 超優的 地板都發亮 你不是要那個設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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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啦 不要沒有 不要沒有 拿出來了 然後我們會去直接 我們先是一個人員管貼房 那等一下總結 謝謝 那不是我們班導會表代 所以就是 去到這個地板 學生一定要把座 是不是有一些不錯的學校的方式 可以拿出來 應用在公測 比如說公測評比嗎 謝謝 那我們就是說 還有這樣 那有沒有可能是說 如果剛剛不是提到說 有沒有可能是從聖宮旁邊的公測 我們先來做試點 那什麼這樣 比如說一個兩個三個 那也許我們試看看 這邊貼電子 這邊裝電子 這邊裝燈這樣 那也許那就是 可以做一個實驗 所以一下子 也不見得要 推廣到那麼多 也許我們就從一兩個地方 開始做起 我想這裡面有很多的想像 然後給你們參考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觀眾 來見面見 看我們的壓軸 來自台灣最南端的 包熊熊 謝謝 謝謝